CNN Plus才刚上线不到21天 就已经宣告关门大吉 这就是美国人多不相信这个左派媒体 这是CNN创立最新的付费会员服务 订阅的观看人数每天不到1万人 这已经比AI News好很多了耶 但是感谢耶稣我们还活着 可能是因为他们一个扫地员工的薪水 就可以把我们整间公司买下来吧 我知道我们没有资格笑CNN 因为我们观看人数连他们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但是他们的公司有这么多的人脉 跟好莱坞合作跟好莱坞的明星合作 CNN会变成国际御用的新闻频道 就是因为好莱坞的电影里面 清一色的都是使用CNN的这个平台来做电影片段 或是MSNBC 就连这个样子也救不了这个新闻平台 CNN认为大家不看他们的新闻频道 是因为大家都已经在网路上面看新闻了 如果他们开始一个网路服务 付费的网路服务 CNN Plus的话 一年内就至少会吸引200万的CNN忠实观众订阅 事实上就是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网路服务系统 会这个CNN Plus会崩溃 因为过去这好几十年 他们是强制的把自己的平台放在大萤幕上 让国际相信他们是一个正统的新闻平台 我相信没有在意新闻的人会说 我现在要来订阅而且观看CNN 但是CNN还是到处都是 我们只是在什么机场啊 还有在电影里面 还有左派朋友的Facebook上面会看到这个新闻频道 没有人在相信这个左派媒体了 没有人在相信这些左派政治人物了 就连左派的忠实粉丝 社会主义好那些人都不相信了 白贡发言人Jen Psaki我们在星期一的时候播出他在直播中痛哭 因为不能把小孩变性 不能教导小孩性教育而痛哭流涕的那个Jen Psaki 他上了从Fox News跳槽去CNN Plus的当总裁的Chris Wallace的这个 刚开始现在已经成为过去式的这个节目 在上面再次强调 三岁到五岁的小孩就是应该要变性啊 我们就是应该要支持这些什么都不懂的小孩的幻想啊 我们就是应该要洗脑小孩 让他们长大之后心里有问题而自杀啊 因为看,我明白这是一个情感性的问题 我明白那些肯定的支持者 都用了肯定的语言 说那肯定的支持者 想要性化孩子或育养孩子 另一方面 父母有没有关系吗? 我们正在说特别的语言 教育性在小孩中三个学校 我必须说作为父母 我会有问题的问题 但法官不是教育性教育性 它是教育性的语言 所以,你会做什么如果一生子或孩子 应该说一生子或孩子 在一种小学校的学校 说,什么时候 Sally?Sally has两个妻子 或我不確定是女人或男人 我認為這些是孩子 在他們生活的時刻 我也認為這些不是 有一個很大的記憶 在這些學校有關於性格的教育 或是在這些學校有關於性格的教育 這是在創造一個問題 或是一個政治拘捷 我認為不存在的問題 Posaki這個人在使用就是左派最常使用的伎倆 而且他的順序還搞錯了 通常左派在辯解的方式就是 現在保守派說這些議題根本就不存在 不知道保守派在搞什麼東西 但是這個議題的存在與否是非常重要的 那是一般的左派的敘述模式 Jensaki是說佛舟這個做法實在是太糟糕了 而且這個父母可以控制教育 而且州政府想要介入會傷害小孩 你想想看那位有兩個媽媽的Sally 還有那個認為自己是女孩的五歲男孩 這會多麼傷害他們 會多麼打擊他們 我想到都要在電視上面哭了 但是這一切都沒發生啊 這些問題其實都不是真的 這些問題其實都不存在的 在節目繼續之前 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讓大家知道 我們都要知道自己是誰 我們要了解神創造我們的命定 我們的Identity MyID這間公司的高級面膜 定期的使用 從神秘果萃取精華而成的MyID面膜 這個特殊的配方 全世界只有這一家有 所有的暗瘡、皺紋、青春痘、粉刺 全部一網打盡 不只是這個樣子 MyID的創辦人設立這家高檔的皮膚公司的目的 就是要呼籲群眾對於人口販賣者的惡行的警覺性 和對於受害者實質的幫助 這些受害者如果沒有被即時的 他們的醫治、幫助 重新回到社會正常生活的話 他們將會是我們不知道 何時、何地、或是誰 像定時炸彈一樣 隨時都會爆炸 當你在MyID.Live購買時 使用折扣碼 AINews全部大寫 所有的利潤 全部都會拿去幫助這些 被摧殘中的兒童 也有部分會來幫助 AINews繼續傳播正確的價值觀 現在使用AINews的折扣碼 還送價值25元的眼磨哦 臉對於男人跟女人都非常重要 特別是女人 當一個女人有漂亮的臉蛋的時候 她的自信、生活、體驗 甚至拍照的數量都會提升 也會有勇氣去跟不正義的事情對抗 所以今年的母親節 送自己的老婆 送自己媽媽一套 MyID的面膜 甚至送自己的女兒一套 讓她們知道 她們是被愛的 如果這些問題不存在的話 那Persaki在哭什麼? 如果說這些問題不存在的話 你在這邊打什麼悲情牌? 你在這邊耍什麼苦肉劑? 我很確定 Sally沒有兩個媽媽 Sally有一個爸爸 有一個媽媽 我們不知道 那兩個不負責任的人在哪裡 或許真是逼不得已 我們為Sally禱告 我也不知道你們這群弱智 在對Sally做什麼奇怪的社會實驗 但是可以確定就是 Sally不可能有兩個媽媽 因為生物學來講不可能 兩個卵子不可能變成一個受精卵 我還蠻確定就連這個都不是一個應該在幼稚園教導的東西 但是幼稚園的老師至少應該要知道 兩個女人或者兩個男人不可能生孩子 下一個Jensaki用的例子 那個認為自己是女孩的5歲男孩 就不是一個女孩 那老師應該跟那個5歲男孩說什麼? 老師就應該跟他說 你不是女生 你是男生 老師要教導的是正確的事實 老師要確定的是他真正的性別 意思就是要去除他腦子裡的幻想 老師要做的事情 老師要教導的就是正確的價值觀 正確的生物學 事實跟常識 為什麼沒人看CNN Plus? 你可以怪這個怪那個 什麼啊現在看線上新聞的這個太競爭啊 看新聞的人都是老人啊 沒人看CNN最大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他們在傳拿的東西不是正確的 是虛假的 而且是愚蠢的 而且是有傷害的 這跟為什麼沒人看AINews是完全不一樣的 沒人看AINews是因為 AINews在要求別人改變 變得剛強 變得有責任 而且要去真正的了解 而且去讀聖經 但是人不願意改變 人會覺得說 我們在說話的時候好像在說教一樣 很多比我們年紀大的人認為說 我們講話太直接 他們不敢分享 會害怕 他會傷害到他們的左派的朋友 或他們的小孩 害怕傷和氣 YouTube也不敢推送我們的頻道 因為他們怕傷害到那些 不敢接受事實的人 還沒有信主的人認為說 我們是基督教團體 認為我們在傳教 信主但是長期活在 政教分離的教會裡面的人 會覺得說我們在講政治 但是沒有一個人 沒有一個組織 沒有一個團體願意把這些基本常識說出來 這個就是我覺得最可悲的地方 這也是為什麼左派會不斷的 持續壯大的原因 因為我們沒有勇氣 我們沒有膽量 我們看著嘗試跟真理被破壞 卻認為說我們要以和為貴的接受 我們繼續打招呼 解釋 我們回首 我們前後 見